嗨,各位好,我是Raymond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花朵的花瓣要怎麼去繪製 那花朵花瓣呢,我們會使用 橢圓形工具 在這邊畫個橢圓形 畫個橢圓形之後,點選選舉工具 點橢圓形 點了之後呢,外框這邊有一個打差 我們在這裡按右鍵,它就會去外框 點左鍵,就是填面積色 點右鍵,就是填外框色 在這邊點就好了 左鍵,就是面積 右鍵,就是外框 那你如果都不要的話,就是在這裡按右鍵,外框不見 點左鍵,外框不見 這個打差 好,我們畫好一個花瓣之後呢 把它拉過來 好,拉過來 點選選舉工具V,拉過來 好,那我們來幫它做個旋轉 好,那要旋轉的話呢 我們需要找到 我們 物件裡面的旋轉 那我用這個打開旋轉 好,打開這個旋轉面板之後呢 在物件上面 左鍵,在中間這裡頂一下 會出現這個旋轉 這中間是 這個是手動旋轉的概念 那我們先定圓形 這個中心,左鍵的拉下來 定圓形,定到這裡 好,定好圓形之後呢 我們就是可以來設定角度 旋轉角度我們設定 15 30好了 然後,要幾份 如果你不知道幾份的話 你就改成一份 然後按滑鼠 套用 它會跟著你剛才設定的圓形去跑 好,一直按一直按 按到轉一圈 這樣子,你花瓣就畫好 畫好之後,使用白色箭頭這個選舉工具 好,圈選起來 好,圈選起來 好,圈選 好,圈選起來之後呢 把它按下Ctrl加G 圈選 好,圈選完 圈選好之後呢 點選 同樣工具按住Ctrl 可以畫正圓 好,它是按Ctrl畫正圓 然後面積填色填黃色 在外框這裡 這個打插日按右鍵去外框 好,那它的 誰要對齊誰 我們按V 好,按V 選舉工具 先點物件 再按住Shift鍵去加選花瓣 先選的去點後選的 這樣點的過程會指定說 先選到會去對後面選的這物件 所以我先選的中間 這個黃色的正圓 再去點花瓣 所以代表正圓 我去對花瓣 好,所以當你選兩個物件的時候 上方這裡會出現一個叫做 對齊與分佈的圖號 點一下 幫它按一下 水平至中對齊 有沒有,它跑過去喔 再按一下 垂直至中對齊按一下 就跑過來 所以它先選的會選取 後選那個順序成列之後 先選的就會對後面選的物件 這就是畫好畫瓣 這樣都對起來 對起來之後 像我們再畫這種 這種類似風車怎麼畫 這個呢 一樣我們先畫一個橢圓形 先幫它填個色彩 好 然後一樣在上面按右鍵 這個打插這裡按右鍵 區外框 區外框之後呢 點選 形狀工具 我要來幫它 調整它上面的 矛點 那它要調整之前 我們要先來點選 轉為曲線 這個Ctrl加Q按一下 點一下它才會解開 變成曲線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 針對它來調整 造型 好,那像這一個 這一個呢 我不想要 不想要 這個不想要的話 我就是按一下 Delete刪除 點一下矛點 按Delete刪除 只留上下 好,那上面選起來 你現在拉一邊把手 它會沒辦法 去像 像我們調單邊把手 一拉就是拉兩邊一起動 我要調單邊把手 要先按下這個 尖角 變尖角 然後再拉動 就可以變 拉單邊把手 好 再點下面這個 按一下 尖角 好 你按尖角之後 你可以拉 八手 但是如果你想要它變成 不要那麼尖銳 現在是很尖銳的尖角 我要變平滑的話 就是按這個 叫做平滑節點 按一下 它這個節點就會變成 你拉兩邊 就會變成 比較平滑 好,那你要銳利的話 就按尖角 好,然後我們拉八手 這個八手就是 你注意看 都指同個方向 右上 它也指同一個方向 右上 然後這就是左下 左下 右上 左下 好 轉好之後 轉好之後 點選 選取工具 V 好 左鍵在中心點一下 會變圓圈 再把圓圈拉過來 定圓形 定在這裡 好 圓形定在這裡 好 定好之後 我轉角度 對不對 好,剛才有講到 我們要點選 物件變形裡面的旋轉 打開旋轉面板 旋轉面板 打開好 那我設定 15度好了 好 按一下拷貝 更正 套用 太近了 Ctrl-Z 30 再按套用 好 再按套用 好 只要它轉一圈 如果你算出來 它可以幾個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打幾份 那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 懶得算 然後就用手按 如果你沒有很精確 確定要幾個的話 你就是按套用 一個一個按 因為這蠻快按完 好,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幫它按下 Ctrl-G 群組 好 群組選起來之後 選起來之後呢 我們 按加 拷貝一個 按加就拷貝 然後上方這裡 一個叫做水平近射 我就翻過來 這裡可以垂直近射 就是水平 好 翻過來之後 我們點選 互動式填色工具 這裡有它的面積填色的 色彩 控制我們可以點進來 幫它調暗一點 往四點鐘往上拉 好 好 變暗之後 點一下物件 按V 好,用選舉工具 點一下選舉工具 對它按右鍵 排列 向後一個 好,它推到後面去 然後再把兩個選起來 畫個大框 選起來 Ctrl-G 好,那你就畫了一個 旋轉風車 那中間再加個圓 像這樣 加個圓 好 點選 同一型工具 按住Ctrl鍵 畫個正圓 點個黃色 然後兩個選起來 好 選起來之後呢 做個對齊 好,點一下 上方這個 對齊分佈 好 這個 水平居中 垂直自從對齊 一個水平一個垂直 去外框 好 好 好了之後再畫個棒子給它 下面畫個棒子 點個顏色 去外框按右鍵 好 點選選舉工具 對它按右鍵 排列 向後一個 還不夠 那直接到後面去好了 排列 到頁面最後面 這樣就不行 推到後面去好了 你可以按這個 向後一個 Ctrl加patch down patchdown 推到後面去 好 推到後面去之後 選起來 Ctrl加g 這個封車就畫完 那剛才畫的 這個線長 我就可以把它組起來 或者是像這樣 把這個畫好的 縮小 Shift鍵按著縮小 好,插在上面 排列 向後一個 推到後面去 推到後面去 好 我是畫好這個愛心 這愛心怎麼畫 愛心就是按一個 Ctrl鍵畫個正方形 再點圓 按Ctrl鍵畫個正圓 然後把它全部對疊起來 再按加拉過來 好,然後全部選起來 按下連擊 好,連擊完之後 再 點個色 轉一下 好,有沒有 這就是 愛心 好,那這個都好了之後 我們的一些基礎物件 就用這樣的堆疊方式 把它組了起來 好,來 試看看 畫一下用這種 套用變形來做旋轉 好,來試看看 好,來 好,來 好,來